來 幾位縣市首長 其實還包含了 這個我們張立善縣長 這個大家都穿上了 這是誰的衣服 有沒有 Ghostbuster 抓鬼特工隊 都穿上了他們的衣服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 這一個1968APP 當然出發點絕對是良善的 我相信 可是當中 可能大數據的蒐集有問題 包含了很多執行層面上面 技術發生了 可能吐齊 所以導致到底是在找人潮 還是在抓阿飄 來 我們來看 黃偉哲 偉哲寶寶 這幾天炮火很猛烈 而且都對準了中央 對準了交通部 他就告訴我們說 到底是動物多 還是阿飄多 怎麼會新竹的市立動物園 來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新竹的市立動物園 在4月28號的半夜 晚上12點50分 將近凌晨1點鐘 人潮略多 新竹市動物園 在半夜人潮略多 所以他是把動物也算進去了嗎 知道大家 滿頭霧水 一頭霧水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另外 六福村 其實這個人也沒太多 但他也告訴你說人潮略多 再來嘉義的彌陀夜市 他的營業時間 是每個禮拜三跟禮拜五 所以表示一二四 是沒有開的 可是他在沒有開的禮拜一晚上 卻告訴你人潮略多 我真的是看到鬼 真的是嘟到鬼 半夜的動物園 沒有人的遊樂區 還有沒有開放的夜市 在這個APP上面 都標示人潮略多 請問我到底是要去 還是不要去 這個1968的APP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有用嗎 我有使用 因為我以前常常會開車回台中 所以他可以幫助你參考 現在目前 國道高速公路的一個情況 我們給導播給大家看一下 來 就是這樣 我現在把它開出來 就是現在目前的實況 在我們錄影的同時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主題 好像他已經有經過一些修正了 修正了 對 你看 以現在目前看起來 綠色的部分就是 就屬於人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我把它放大 譬如說我們隨便抓 因為這次黃偉哲長講台南 我們直接抓台南 你看台南這個地方 有25個景點 現在25在這邊 你把它點進去看 我隨便點一個景點出來給你 有沒有 就剛剛的動作再做一次有沒有 點進台南 去選你有可能去的景點 譬如說 如果我要去台南這個地方 在台南這周邊這裡 上輪還有這裡 仁德這裡 要把它點進去 就你看台南市的十股 仁堂文化園區有沒有 清美博物館 現在目前以現在來講的話 4月29號的2點20分是正常的 他的資料來源是中華電信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基礎 因為現在台灣使用中華電信的 這個使用者雖然多 是第一名 但是也沒有過半 尤其是在中南部也沒有特別過半 所以你完全用這個資料來看 會有問題 但今天我跟大家講 剛剛那個圖示 轉過來電腦這邊看 黃偉哲長我也問他 你怎麼會再去搞事去做這個事情 我就想要來試試看 他所做出來的 剛剛優正給大家看了幾個 都是半夜的12點50分 有沒有 12點50分的時候 竹山鎮的形象商圈 人還略多 大家都有錢 剛剛講動物多還是阿飄多 是因為晚上都沒人 夜市沒有開 新竹市立動物園人很多 對 你動物園人也很多 絕不可能晚上12點多 快一點了 新竹市立動物園還有對外開放 這就只有管理員 在那邊為拿相而已 怎麼會略多 所以他一連串這樣下來 他每一個都是略多 所以顯然很簡單 你看這個是台西夜市 這個是新竹市立動物園 剛剛講有沒有 有半夜 你看這個時間 12點50分略多 就用我剛才那個方式去做 所以顯然連續這幾張圖看下來 已經很簡單了 答案很清楚 這個APP在黃偉哲市長 測試的時候 它是個訊息不正確的APP 好 我們做這個結論 當時不正確 你剛剛那個時間 是你現在上網那個時間 他有沒有他的最近更新時間 現在有 我就跟你講 以現在來講的話 台南全部都是綠色了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就是我的手機 是現在我們錄影時間的 但是黃偉哲市長他 沒有 因為中華電信 聲稱每10分鐘更新一次 但是也不可能在半夜12點 出現越多 顯然他沒有更新 沒有 我的意思說 他就半夜沒有更新 那就停留在下午5點的時間 5點當然就是塞滿的 有可能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說可能是他後面沒有更新 好 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這個APP對我們用路人 對於旅遊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它不是為了防疫才創的APP 早就都有1968 它就是希望大家能夠一路發 所以1968 大家開車諧音很好 順順的去P案的回來 我也會參考 它國道上面的訊息 確實也都還滿準的 可是你現在已經簽到防疫 防疫又簽到經濟了 因為我們已經連續十幾天 都沒有本土安靈的同時 大家在想說我的餐廳可以開始有客人 沒有 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APP前兩天 它的訊息確實不夠精確 甚至有些地方被下紅標 因為它分為紅色 黃色跟綠色 被下紅標的旅館業者 已經有講說要求 我被退房了 退房電話接不完 你叫我客人怎麼辦 他來了以後 他回去14天 他是科技業者 他要跟你通知 你是金控業者 你是科技業者 不要來上班14天 他就受影響了 這會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今天防疫還是優先 可是防疫優先的同時 拿來作為參考的這個基礎 如果真的有問題 有人就講了 洪雨神 你民進黨的台南市長 你是對不對 你怎麼會 逆時鐘 在那邊逆時鐘 我看到很多網友是生氣的 還跑去臉書罵他 他說他不管這個事 因為他身為台南市的市長 這個APP很準確 台南確實多 沒話講 可是從上一次 其實這個應該是心仇舊恨 上一次那個11個景點 在清明價值第三天一發布 全台灣22縣市 11個景點被警示 台南就4個 就超過1 3 如果說我也覺得怪怪的 是不是我有惹到你 奇怪 我生意這麼好 這麼多人 台南也不會是說沒人 可是全台灣各地 怎麼台南就會佔那麼多 就為什麼就專門針對台南而來 就是說大家難道都沒有去 寧家夜市嗎 士林夜市嗎 饒河街夜市嗎 黃煒河一直覺得說 這個夜市應該比我台南的 像話夜市還要多 好 現在他就去查了 就一查以後 查出了半夜1點鐘 你還人潮略多 顯然這個APP不準 你用這個APP不準 又會影響到我們接下來的商家 以及民眾的判別 認為這裡危險 他當然要講話 所以他說他也不是為了要反中央 或是抗中央或什麼 不是 防疫他也要做 防疫他也覺得說 大家來消費的時候 我們會做好防疫 可是如果因為這個訊息 使得台南在考慮 要往戶外走的時候 直接被刪除的話 台南市民會股 他台南市長一定要出來講的話 你要想一下 我翰哥剛剛提到一個 我們接下來討論的重點 我本來就沒人了 我是商家 不管是旅館 飯店 或是民宿 小吃 餐廳 這個伴手禮店等等 我本來這聲音最近就不好了 你又告訴他說 親民連假我們過關 很棒 五一連假不用延後 大家還是可以正常的出遊走走 只要過好社交距離戴好口罩 所以很多業者其實很期待 在等這一波 想說太好了 親民連假名算到 五一連假我可能可以賺到 結果可能因為工具的問題 或是工具系統的問題 導致我明明已經沒人很慘了 結果你再給我一個 人潮略多的黃點 或是人潮擁擠的紅點 那我不是更慘了 我要怎麼辦 所以這麼多荒謬的事情 才會被大家給重視 半夜的動物園 沒有人的遊樂區 修飾的夜市 還有半夜的文化路商圈 跟半夜的同安夜市 這麼多這麼多的地方 會讓這些縣市首長 在今天要化身抓鬼特工隊 對不起大家 這個APP顯示的不是人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絕對不是人 我們的縣市很安全 歡迎大家來 大家都擔心 來 除了黃偉哲之後 我剛剛說到了 還有我們的黃敏輝市長 他就講說那個彌陀夜市 沒有開張 沒有開張的晚上 你也在人潮眾多 另外包含了林明貞 縣長他也說 中央不懂景點 這人潮真的是亂列以同 所以顯然這樣子不夠精確 又這樣我說明一下 你查到資料了 查到資料 1968APP列出195個點 不是200多個嗎 216個熱點 地方是195個地方 裡面中華電信 包括100個地方 是三個月平均的流量值 三個月平均的流量值 中華電信提供100個 內政部提供84個 夜市跟菜市場 內政部 疫情中心只提供11個 這樣加起來195 我覺得現在出這些問題 一定是 那個平均值跟實際的 更新的時間有落差 中華電信以為大家都 都用中華電信 就是real time 就是現在真實的狀況 跟他的平均值 還有內政部想定的那84點 可能有落差 比如說他說那個市場 還沒有開發 還沒有開放 也被列入對不對 可能內政部就想說 那個開放了會有很多生意 就把它列入 先提前就對了 可是這個叫超前部署 可是事實上 現在就沒那麼多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個之所以會引起一些 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主要是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疫情已經 本土歸離已經連遇17天了 這個就是一個強烈的落差 那你幹嘛還要警示 所以我坦白講 經濟跟防疫的平衡點 我認為不是阿中部長能決定的 我講一句坦白話 阿中部長當然防疫優先 可是經濟要開放到什麼程度 我想是院長或總統的總體判斷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4月23號 越南總理出來宣布 宣布越南有部分地方要解封 是總理宣布 不是CDC宣布 包括胡志明市 包括平洋省 同奈 這個都是台商很多的地方 他就說取消社交距離管制 越南4月23號 因為越南的確診只有270個 比我們還少 我的意思說這個就 這個就不是阿中部長要宣布的 這應該由院長宣布才對 因為那個是一個平衡點 可是這個決定 我是覺得院長要做一個 適當的考慮 因為確實 越南為什麼會做這種考慮 當然就是因為他經濟實在是 受到衝擊太大 因為他是真的封城 他比我們還凶悍 他真的封城 他實在是承受不住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點紅點 你去了會有什麼後果 你會不會去就對了 我們阿中部長實際上都沒有強制 可是我們的民間企業很多 都自動有一些規定你知道吧 比如說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學生 上次就有一個人被查到 清明捷跑去觀看 逛一個市場 學校就事後做調查 那個學生就很誠實 就說我去過這樣 你回家 學校就跟他說 你兩個禮拜不要來 我知道有一些銀行也是這樣 對 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這個不是政府規定的 可是民間企業 是這樣在做決定 民間企業如果是這樣在做決定 坦白講你現在只要列紅點 沒有人會去 一定是這個結果 因為大家要做風險的避免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總的還是 就是我們如果說疫情持續是這樣的狀況 我坦白說如果再兩個禮拜都是零 那個氛圍會更強烈 桂林高要賣完了 全台缺貨怎麼辦 這是攤商的心聲 當然我不敢說台灣那麼多夜市 每一個都跟 寧夏夜市可能做得比較好 他比較早開始跟市政府有進行一些合作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寧夏夜市的這位林定國 我們認識很久了 因為你跑市政府會知道 寧夏夜市是台灣第一個使用 UO卡付費的夜市 全台灣第一個 我還去採訪過 對 所以它的電子支付是 有人擔心你會去夜市買東西的話 或許剛剛說他講說 別說不怕去打飯店 但是去夜市買東西是我敢 我們戴好口罩 所以那個縣長就說 張天山先生說你買回家吃 對 你買回家吃 然後向寧夏夜市 你也不用去跟他找那個零錢 你就要UO卡滴 滴完以後 至少你有你喜歡吃的攤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疫情其實不知道哪一天才是終點 沒有解藥跟疫苗發明之前 大家很難說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真的覺得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大家也要去想 你要讓那些你喜歡的店 你喜歡的咖啡屋 你喜歡的書店 你不要讓他們在疫情過後 他們全部倒掉了 能去的就去 但是當然還是防疫要優先 口罩什麼消毒要戴好 剛剛我們前段來講那個有沒有 那個海域 中校路夜市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是中校路夜市長大的小孩 從第一攤到最後一攤 我都非常熟 我剛剛看到Q的狀態 我怎麼要講一下 中校路夜市在台中一攤 不是非常紅的 現在逢甲夜市 中華路 一中商圈 中校路夜市不是一檔的 他居然被紅了 他從第一攤開始是莫哥鳥 到後面是土透魚根 跟第一火鍋層 他一整攤 我在那邊長大的 每一攤 雅雅給你來大包飯 還有後面的結板商 每一攤我都認識 加起來大概87攤 全部都認識 人絕對沒有到紅燈的程度 然後我在看到上面 我剛剛其實本來想說不要講 不過我真的覺得 當然我現在看起來 以今天看起來有修正了 你海域記 你是不是抓去年資料 怎麼會紅燈 對不對 之前不是有去嗎 因為四月底 三月底到四月初到大概六月 就是台北陽明星的海域記 這個時間當然有很多人去 可是你在禮拜一亮紅燈 你真相信嗎 你說禮拜天大家想說 我車子開過去 我沒有下車繞來繞去 我有可能 禮拜一出現紅燈 龍妹熊班 現在大家還真的敢下去踩海域 你對不對 打擾東玉城 所以這個真的 也就好了 到此為止我們也不要 他應該在資訊交換上 有極大的BUG 現在看起來好像在修正中 最修正了 不要用錯誤訊息 你會害死這些攤商 跟這些旅遊業者 不過其實到底要不要用 像剛剛我們這個理事長也提到 到底要不要用 政府可能也要思考 我們現在思考的方向是說 可能可以讓它更好 當然 政策都有檢討 跟有改進的空間 越改越好 會更便民 也更讓民眾放心 但是到底要不要 看看疫情現在的狀況 龜林高吃到肚子裡面去了 業者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業者比民眾更怕 我在那裡做生意 我就已經沒錢了 萬一我不做好 不弄乾淨 然後來 你還把病傳給我 我沒有骨骼衰 所以其實業者自己更怕 他們也會做好管理 民眾也會做好管理 所以就是說這個警示 還是變成提醒 我想這次行政院 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亮哥也說了 這不是時中部長的權責 這是可以思考一下 有沒有必要 來 我們講到台灣未來的經濟 但第一波是要救這些 最基層的這些基礎經濟 包含了攤商 包含了夜市等等 再往上一個層次 未來在疫情過了之後 中美之間 台灣的國際社會地位 台灣的經濟如何復甦 中小企業如何紓困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各位 現在還有一件事情 未來也可能 如果真的發生 它也可能嚴重影響到台灣 在國際生存上的空間 在國內經濟上的發展 不要以為沒關係 我覺得可以看 在於是 你故事 在國際社會 本身上有的 你會看 在國際社會 有什麼事 在國際社會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我們可以看